2018年,在非洲东部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这一年的5月3号,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达纳怀特突然情绪激动地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声称,美军的飞行员在东非的不集体飞行过程当中突然遭受了来自中方军事基地的激光照射 造成了两名飞行员眼部轻伤 美国飞行员受到严重威胁 达纳怀特在新闻发布会上激动地表示 美国提出了交涉请求,并要求对此进行调查 我方表示,军事基地只是在不集体负责船队护航以及中途补击等任务 并没有部署什么杀伤性武器 而我们的激光只是用来取鸟的 是用来保证在附近飞行和降落的飞机安全的 而美国飞行员之所以会遭受到激光照射,还造成了眼睛受伤 那只能说明他们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没有遵循飞行规划 飞行的距离离基地太近了 因此这是美国旧游自取 这番话直接把美国五角大楼弄得没法再发声 也只好对此事忍气吞声了 不过这起事件倒是重新让我们认识到了一个国家 那就是东非小国吉布提 这个国家在过去一直被称为世界兵营 拥有着很多国家的驻军 而这里也是我国唯一的海外军事基地所在地 那么为何这样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国家会成为世界兵营呢 而这个世界兵营又为什么会选择了我国呢 吉布提是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的一个国家 这里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国内自然资源非常匮乏 全国90%以上都是沙漠 全年高温少雨 种什么死什么 粮食只能依靠进口 而且也没有什么工业基础 全国唯一能称得上是工业的东西 只有一个大型的盐矿 而除此之外 什么铁铜通通没有 证据又不稳定 全国总人口只有100万 可是失业率却达到了50% 到处都是贫困人口 在全国的少数公路两边 到处都是贫民窟 国土面积也只有两万三千平方公里 可以说 放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是一个起眼的国家 在这样的国家里 人均GDP只有3297美元 总额也只有32.97亿美元 可以说 没有什么油水可捞 然而偏偏这个国家所处的位置 却非常的重要 这里往东走就是亚丁湾 正好位于红海和印度洋之间的曼德海峡上 东南方是索马里 北边是利特里亚 西南部则是埃塞俄比亚 可以说是四站之地 这里周围 红海 地中海 亚洲 非洲 欧洲 全部交汇于此 因此在过去的军事战略学说当中 就有谁能控制吉布提 谁就能控制东非 谁就能控制亚非欧的海上贸易通道 这也是为什么会被帝国主义国家盯上的原因 1969年 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埃及的苏伊士运河被法国人挖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